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加重视自己的内心和需求 其次 分手后学会珍惜自己 在一段感情中 我们可能会因为对方的爱而忽视自己的价值 然而 在分手的那一刻 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曾经拥有过那么多无法忘怀的回忆 身边有那么多值得珍惜的亲人和朋友 分手后 学会珍惜自己 重新认识自己的价值 会让我们更独立 更坚强 此外 分手后我们可能会更加珍惜 曾经拥有的美好时光 回首那段感情 虽然分手显得痛苦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 曾经的回忆里 充满了甜蜜和温馨 而这样的回忆 或许正是我们成长路上最珍贵的财富 分手后 我们可以更珍惜那些曾经的幸福时光 从中汲取成长的力量 最后 分手后 我们可能会更加珍惜和感恩 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在感情的道路上 我们总是会遇到许多支持和鼓励我们的人 有时候他们的离开会让我们感到无助和迷惘 然而 分手之后 我们才明白 正是这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让我们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 在感情的世界里 分手或许是个伤心的时刻 但它同样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 只有在经历过痛苦的分手后 我们才能更珍惜自己 更独立 更坚强 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感恩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 正是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让我们走过那段艰难的时光 希望我们在分手后 能够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变得更成熟 更强壮 愿大家在新的爱情路上 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好了 本集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影片 别忘了按下订阅和喜欢的按钮 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 也请您在下方留下您的评论和想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